人事資料分欄 這個是A欄跟B欄是原始資料 原始資料裡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他的本來是縱向的資料 而且前面有他欄位名稱 分別切割之後變成像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個右邊的部分 當然這是一個完成完成的 最後完成的檔案 那我如果說今天把它刪掉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資料 放過來 OK那比如說1234 放在橫向1234 OK 你想說是不是可以 重向變橫向 你可能想說 第一個是用轉字 複製轉字貼上 當然 可是你還是要做很多事啦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很快的 最好你那個函數做完之後 公式 向下 可能向右向下 一次就完成了 OK 那裡面的話呢 也許 可以想到的 比如說像我們前面講過 插入環數裡面 檢視與參照裡面 當然你可以用index 其實我蠻喜歡用index index 只要給他哪一欄 哪一列就好了 給他三個東西 哪一個範圍 第一個 範圍就是 B2一直到向下 第2的話就是 哪一列 告訴他第幾列 資料就抓過來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 你可以index 他問你說 三個訊息 第一個 我從 B2一直往下 這個是我要抓的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 只有一欄 很多列 所以他問你說 那你要第幾列 我要 這裡面的第1列 先幫我抓過來 那哪一欄呢 因為只有一欄 所以只會有 1 OK 按個確定 那你想說 第一個資料 過來 那第2個資料呢 不就要把這個 變成2 就抓第2個 變成3 變成4 變成5 6 7 8 這樣就可以抓了嗎 所以基本上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好 這邊變成1 這個是1 2 3 4 5 6 7 8 一直往下 反正總共 全部我看總共應該是 總列數的話應該是有32 扣掉標題嗎 33列 那也就是我今天我們可能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如何產生一個表格 是 1到 32 那這裡面的話前面有講過 可以用colum跟roll 就可以產生了 colum 你想說colum 應該有印象吧 插入函數裡面 減數以下 藍 他現在第幾藍 第4藍 所以如果我要產生1的話 那我就把它減掉 減掉3不就出來 按一個確定 向右 1234 向下 還是1234 所以呢 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我今天呢 向右 向下 那第1列的時候呢 不要加上4的倍數 可是呢 如果再向1 下一列的話 就加 因為我總共4藍 就加4的倍數 下一列 加1倍 2倍 3倍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呢 再加上 幾倍 用什麼來加呢 你可以用roll roll裡面有沒有 roll roll你想說現在在第幾列 我現在在第2列 所以 我這一列呢 不需要加上4的倍數 我可以先把它減掉 減掉2 它就變成多少 在這一列的時候呢 它是0 乘上 幾藍4藍 這樣子 那你想說 那如果下一列不就是什麼呢 第3列對不對 第3列減掉2 那1嘛 剛好乘上4不就 剛好是加4 那在下一列 就是 變成是第 第4列 第4列的話減掉2 那不就2 剛好就是乘上 4的話就是剛好2倍 那不就剛好幾倍 所以特別注意啦 往後 如果你們要產生一個 動態的那個 類似我剛講的1到3色的表格 就用roll跟roll完成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做完 應該可以理解吧 橫向 前面這個是它的編號 後面這個是它的倍數 要不要加多少倍 那第1次一定先把它現在的列 扣掉 在層上它有幾藍 把它打勾 我們來試一下 向右 向下 ㄟ有沒有 1到32就產生了 那1到32產生之後 再把這個東西放到index裡面 那你答案不就出來了 應該 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 當然因為現在資料是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未來如果你不同工作表 還是一樣可以這樣做 不同工作表一樣可以把資料抓到不同工作表裡面去 因為我們是為了方便 所以把它放在一起 基本上它的跨工作 如果跨工作表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把這邊變成一個名稱 按F3取得那個範圍 再去抓那個資料 OK 所以請各位 第1個步驟 先不要想要負責 1到32先做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未來當然 這種 這個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那個數字先做出來之後 後面的事情 其實 就變簡單 就變簡單了 所以利用Current跟Row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產生我們要的一個相對應位置 所以你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然後再插入函數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檢視與三兆裡面的那個 index 其實你用那個index 也可以啦 因為index後面就是 B欄的哪一列 所以你也可以給那個數字 串接在一起 應該也是可以 把結果給做出來 那如果我用index的話 第一個我給這個範圍 B2到一直到 B的33 那記得把它按F4好了 F4向右向 兩個都要鎖 OK 然後哪一列呢 就是剛剛講的這一列 有沒有 我們向右不就1到 就是1到4 向下就1到32 然後呢 哪一欄呢 因為這個範圍裡面只有一欄 所以直接就是輸入1就可以了 固定這一個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發現 向右 跟向下 這個範圍的資料 基本上就出來了 但是第2個你可能需要解決的第2個問題說 他的前面的資料 裡面呢 會有一些不需要的 包含就是說他的那個 什麼入職時間 姓名冒號 那這個接下來怎麼辦呢 如何要把 這個不需要的資料給刪掉 當然你不可能手動刪了 所以還是 要用 那個函數來做 那可以想到的 大概至少有幾個函數 前面如果用過的 大概你可以用fine函數 再加上 me的函數 fine什麼呢 fine冒號的位置 那冒號的位置呢 在 me的就是 從這個字以後 我通通要 OK 你可以用fine函數完成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前面我沒講過叫replace 這個replace意思就是說 你要從 第幾個字開始 到哪一個字 幫我replace replace 成什麼呢 成沒有了 沒有的話就給他一個空字串就可以 所以有兩種方法 OK 那 我們用 假設了 如果我要用fine好了 你可以用什麼 假設這個先再解下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用什麼呢 用 就是用fine的方法的話 那我可以插入函數 比如說我可以用之前用過的那個文字函數 裡面的fine 那fine的話呢 可以找什麼呢 找那個 我的冒號的位置 所以fine fine什麼 fine一個冒號 特別重要你要注意一下這個全形還半形 冒號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 他還有分全形跟半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抓過來的話 理論上 看起來好像是 fine 還是全形 全形 這個是應該是全形 所以 你要fine的時候呢 特別注意 要用那個 全形的給他 所以這個第一個 我們用那個 fine 函數裡面 先給一個fine 然後 找那個 我們雙引號 這個用 我用那個 新注音 給他一個雙 一個冒號 那 v16在哪裡呢 在這邊 在剛剛那個東西裡面 他就會找到 回來第五個 如果說 你用 那個 半形的話 他應該是找不到 會有一個 Value的 錯誤出現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要用 全形 OK好 那我們找到第五個字之後按確定 可是問題我們現在不是要第五個字 而是用 用密的函數 那密的函數呢 我知道說 我要的字串 裡面 會有 所以我這邊可以把這個 再撿一下 fine到之後撿一下 再利用什麼 用密的函數 也是文字裡面的密的函數 那密的函數呢 我要 當然 star number 剛剛那個東西就是在star number 那fine什麼東西啊 其實就是fine 把index這個 然後 然後後刮壺少一個 就是這個 後面那個最後那個刮壺是fine的 把這一串喔 有沒有就是原來index這個公司 放到這邊來 這個是第幾個字 取幾個字 好啊其實 取幾個字你可能要再算說 你總長度有幾個字 然後呢 你那個什麼呢 找到幾個字 然後把它扣掉 可是後來我發現 其實不需要的麻煩 你乾脆輸入99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 為什麼輸入99 你輸入990也可以啦 反正就輸入一個很大的數字啦 就可以 因為 反正找到的 所以 多一個冒號 所以記得 這個後面可能要再加加1喔 因為我是找到冒號 但是我要是冒號後面的東西 有沒有 那你想說那為什麼 99就剛好切後面東西 因為 反正 我給他一個很大的數字 反正我找到這個字之後 我要切幾個字 不管嘛 反正全部給我 所以我就給他一個99就好了 這樣不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去算說你總長度多少 然後呢 還要再算出 扣掉fine 這公司不是嚇死人了嗎 所以呢 用me的 後面 反正 我的習慣了 不管 全部都給我 就99就好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 切出我要的 應該可以理解 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 這個 有點 還是有點 小複雜 先fine 之後 然後在 原來的東西 然後在 記得後面 記得把它加1 因為你沒有加1 冒號 後面這個 可能是一個 這個小技巧99按確定 好那 向右填滿 向下填滿 基本上應該就 應該OK的 放開 有沒有 全部幫你切掉 OK 這個是一個用me的加fine 那你想說 這個有點 麻煩呢 有沒有簡單一點的方法 其實有啦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叫做 replace replace的話 其實在我雲端裡面也有提到 在 剛剛 這個第1個吧 第2個 fine 其實就這個 我剛剛做 replace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你原來的東西給他 然後告訴他說呢 我要從第1個字 幫我切幾個字呢 我可以根據什麼呢 根據我的 就是欄位的 那個上面的那個 有沒有 因為我的上面的這個入職時間有沒有 剛好幾個字 我再再把它加一個字 因為 入職時間冒號 那個加1的話指的是冒號 給他什麼呢 給他一個空字串 這樣會不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其實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今天呢 你 不用這個方法 那我把它copy一個過來 這個用replace 如果我把這個地方恢復成原來的原來的是這一邊 這個 我把它剪下 原來的東西 把它恢復 假設原來是這樣 向右向下 看看看得懂 那我把這個剪下來之後 用什麼呢 先取一下 這個 原來的這個一樣 剪下來 插入函數 如果你不用剛剛fine加密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叫replace 他的位置 還是一樣在 文字裡面 然後呢 他第一個會問你是order test 你原來的這個字串是什麼 就這個 那star number 意思是你從第幾個字 要 要幾個字 就是根據這個的 長度 總共 幫我把那個 Len 總共有幾個字呢 其實因為剛好入職時間 再加一個字 就是冒號 那幫我就是5個字啊 他會幫你從第1個字到第5個字怎麼樣 變成沒有東西 有沒有看到 取代掉了 那因為等一下 我需要向右 向下 那向右的話呢 我d 要變成1 變成f 有沒有 所以呢 d列 不跟這樣 d欄不能鎖 1列的話呢 記得喔 你要鎖起來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 欄位名稱 永遠在第1列 所以你就把 這個 記得喔 一定要鎖這個而已喔 d不要鎖 OK 好打 按確定 就公式就出來了 向右 向下 這樣就完成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 replace 也許建議啦 你乾脆 這個地方 然後再加一個 replace 工作表 反正每做一個 你就建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新工作表 是 拖拉 再加 Ctrl鍵 他就 複製一個新的工作表 一模一樣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裡的話 我們主要是用的 特別主要就是 把那個 剛剛做完的東西 取代他前面的東西 那我是用一個 fine加上 密的另外用 replace 試試看 看有沒有辦法 把剛剛的這個 兩種方法 都做做 哪一個比較簡單呢 其實 習慣都最簡單的 像我的習慣 但是 還是比較習慣用fine跟mid 其實replace 也 也很好用啦 只是說看個人習慣問題 謝謝